大家好 今天天氣很好 風和一麗又變回 我要出街買東西 在餐館出來的 我剛剛吃完午餐 現在駕車去一間藥妝店 在這條路上跟大家聊聊天 有位網友問我 卡姐你駕什麼車 其實卡姐駕的車不是很特別的 日常出行的 我會駕駛電和油混合的車 為什麼呢 現在很流行電池車 為什麼你不是買一部電池車呢 其實我這部電和油混合的車 都是買了沒多久的 那我就全新的車來的 我全部買的車 我現在這三十年來都是買新車 其實在我讀高校的時候 已經是駕駛日本車了 那我現在駕駛這部就是Toyota來的 那我其實對Toyota是情有獨鍾的 但是我最先的時候 剛剛考了車牌的時候 我就是駕駛本田 駕駛過去的CWIC 駕駛過去的瓦角 或者和卡姐同時代的人都知道這兩款車 那些學生車來的 細細步 很好拍位 也都很好駕駛 也都好省油 那有個特點就是便宜 適合父母買給小孩子 剛剛拿到新牌子的那些 但是不是很紮實的 說老實 它的沙板真的很像牛奶麥 以前我們年代的年代 就很流行有那些露天的電影看 很多人都駕駛一部車去 那裏又可以買啤酒 又有買到東西吃 很多人就會跟同學仔 或者是拍拖一些拖友 就會駕駛這些車去看這些電影 很多時候就會坐在車頭上 懶惰過繩子 剛剛拿到車牌 誰知當時的車子 真的坐在那裏的位置 那個沙板真的好像牛奶麥 那麼薄 後來我就轉為豐田 我為什麼喜歡豐田呢 我爸爸都說這款車很耕駕 這個車雖然是便宜 但是它的價值就不夠豐田補值了 豐田你分分鐘駕駛十年之後 你再去trade in這部車 它都還有價值在那裏 即是駕駛也有得剩下 如果你美國車真的跌價跌得很厲害的 所以我對豐田也情有獨鍾 為什麼要換一部hyber呢 就是因為我很多時候 我駕駛是穿州過省的 你在一條highway 跨過去美國的公路也好 跨省的公路也好 加油站真的很多 但是你要找到去充電的 那些暫時都不是那麼普及 還有你在加油站 你加滿一箱油 幾分鐘你就搞定了 但是如果你要充電 你要將車停下來 就要給一段時間下去 對於我們要駕駛長途車的人 是很不方便的 如果你說我只是City而已 很少駕駛車出去 超過幾百公里的 那你就真的要 那些電池車是適合的 但是如果你買一部電和油混合的車 在市區駕駛 也不見得你省了多少汽油的 一定是駕駛長途的時候 你才是省得到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駕駛長途的時候 它簡直是省得到汽油的 那你就看看自己的選擇 是吧 你看一下自己是需要哪一種車 那我就選擇 是那個車系裡面 我是買到最高的型號 而我那部車系 不是在北美洲製造的 是Made in Japan 在日本運過來的 去做好 那我就幾滿意 幾好駕駛 其實豐田車真的是駕鐮物美 為什麼呢 因為買一部車裡面 包羅萬有的 你想要的東西 基本上都齊 還有一樣 就是我除了一部這些SUV型的車 我都會是有一部跑車 我同時是開了兩部車的現梳 而我身邊人也是買一部日常的車之外 也都買一部自己喜歡的車 跑車我覺得在市區裡面駕駛是比較省油 還有我覺得是滿足到自己的駕駛的一些樂趣 我那部跑車就是硬頂開篷 它開篷的速度是一個交通燈換燈的時間 二十幾秒它就已經是開篷或者是關掉了 那一直都是很珍藏這一部車 在我的公寓呢 就是四車位的 可以停到 好了 關於你說去旅行的那些房車呢 其實很早很早 我們已經是買那些旅行房車 因為小蚊仔細 也都小蚊仔多 是很適宜一家出去旅行的 但是當小蚊仔讀到high school 他們就不會跟父母出去旅行的了 他們覺得要不你就是買一張機票 給小蚊仔一起去飛去某一個城市 去住酒店 那麼他們就大一點 就不會說跟你一起逼在旅行房車裡面了 所以後來我們也都把旅行房車賣了 因為你要找地方停 後來我們就是買船 因為我當時去買公寓的時候 同時也都買了兩個泊船位 就在自己的公寓樓下的 那麼很早買了 很早很早買了 那麼價錢呢 還有現在要買這些船位呢 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了 那麼很幸運 這些也是要看當時自己的planning 眼光的 我真的不得不要 現在根本沒有人放出來 現在在市中心 也都在自己家裡樓下的 泊遊艇的位置那些 是一位難求的了 那麼我們後來才知道 那個租值都挺好的 那個回報 那麼我們都是有這方面的去買 去投資 其實它的租值真是很好的 它又不用裝修 又不怕你拖欠的那個租金 拖欠的租金 你簡直都不讓它進去 那部船都不知開去哪裡 那麼所以呢 所以呢 駕得船的人呢 有遊艇呢 這些都是一些大玩具來的 是吧 那它也都不會說拖欠你的租金 那麼所以呢 這個買遊艇的投資呢 那個回報也都很高的 那麼你買來留一個自用 那麼其他拿來放租呢 是真的那個回報是很理想的了 那麼所以呢 有時候投資的東西呢 未必將我眼光呢 放到一些住宅裡 除了住宅呢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項目 你可以去想 還有呢 你認識多些本地的人 看看他們的投資那個方向 是怎樣走的 因為呢 在這裏 本地的人呢 他會十分熟悉 那種投資環境 你外來的移民 你只是一味去 我買屋啦 那麼貴呀 貴都買啦 那麼其實貴呢 很多人就把那個目標轉走的了 就是此地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是吧 你把眼光放過去隔離國家 放遠一點 其實現在 其實現在有很多在美國 以前種植一些農作物的人呢 也都去了一部分 去墨西哥 去跟他們簽了很多年的長約 去種植 那麼墨西哥那邊 人工便宜啦 是吧 也都容易僱那些工人啦 也都是很近美國啦 將他們那些農作物啊 生果啊 運回來呢 他們那個成本是低過 在美國加州種的 那所以呢 那你如果認識的那些本地人 和他們那些本地人 和他們多些交集 多些聊天呢 你會有很多投資的想法來的 不需要說 那怎麼辦呢 那些屋又那麼貴 那還要住在溫哥華 那溫哥華 只不過是一個城市來的 你投資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地方 是吧 而在美國投資呢 你要查些資訊呢 上網呢 你真是可以查到的 查什麼呢 查他那個消費指數啦 他那個空氣啦 還有就是那個就業環境啦 治安啦 還有那個 鑊網排名 還有那個收入的指數 分佈的地區 那其實你真的很多東西查的 還有查他的屋啦 那些價格啦 那現在在溫哥華來說呢 你五六十萬呢 真是買屋子 如果你說加多 到五六十萬的美金 那你都是圍過七十多萬左右 你在美國是真的可以買到屋子的 買到永久地的屋子 看看你自己怎樣選擇啦 對吧 今天真是風和日麗 那個天色很漂亮 那麼很多天都沒有見過這樣的天色 那麼個個可能今晚都會出來吃飯 那麼漂亮的天色 很出奇啊 那麼美國很難有這些景象 所有的退消藥啊 咳藥水啊 掃了一空 那麼我就問這裡的 Cashier 那我說為什麼會這樣的情況啊 為什麼沒有這些藥啊 幾十年來都沒有試過 他說入冬之前呢 就很多人已經來掃貨了 我說掃貨?掃藥? 有病才買的 掃去哪裡? 他說寄去一些落後國家啦 你想啊 如果不落後的國家 怎麼會缺衣小藥啊 是吧 你以人為本的國家 你一定是這些要充足的 是一些保健的 在家裡是非處方藥來的 就是他這樣說 我也不知道寄去哪個落後國家啦 他這樣說 我在這裡想啊 我不是說我現在說的地方 是落後國家 但是呢 我去過印度 很多人口的印度 分分鐘可能的人口 比中國還密集的 也都去過西非 中非 北非 這些我不是說它是落後的地方 但是呢 這些地方呢 真的都很多 容易買到一些藥啊 或者一些醫療站啊 或者一些醫院的喔 特別在印度呢 有很多的慈善醫院 他們會是 真的 救人的啊 有病人抬進去呢 是一分錢都是不收的 因為他們有信仰啊 不會說 救命啦 要你拿到錢啊 出來才要救你 不是的 其實做醫生 做醫院 就是救死扶傷的啊 不是 不是沒有錢 就是見死不救的 去收了錢才去救人的 所以呢 我覺得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啦 不知道哪裡啦 好啦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